台北車站捷運站內煙霧瀰漫 警銷人員忙著找尋起火點 使用乾粉滅火控制火事 可能起火的就是這三座電伏梯 其中一座 上班見風時刻 台北車站捷運通道6點36分 電伏梯不明原因起火 第一時間北京人員疏散旅客 並且依照SOP禁止捷運車廂 停靠淡水新一線以及板南線 火警在7點07分排除 初步估計影響兩萬名乘客 三座手扶梯 其中兩座是讓淡水新一線 民眾轉乘板南線 搭乘的不會開到 現在只剩下一座運行中 捷運檢修人員初步檢修 結果出爐 就是這座板南線通往淡水新一線的手扶梯 突然冒煙故障 公正人員全力檢修 三座電伏梯通通拆開 仔細看 這個電梯機坑 為什麼會冒煙的原因呢 目前正有我們的維修人員在做調查 收班之後再來詳查他的原因 不受影響的電伏梯 在9點27分呢 已經開放實用 電伏梯停用 部分民眾趕時間改走階梯 經過起火點 大家反映都一樣 一出捷運站就覺得味道很重 就是很像燒焦的感覺啊 戴口罩用衣服捂住口鼻 燒焦味讓乘客不舒服 上班上課尖封時刻 捷運最大轉乘站 台北車站電伏梯故障 每天上萬人使用 雖然都有固定檢修 突然冒煙 所幸虛經一場 戴口罩女主持人小組 台北報導